大家好 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元神 瑞幸联动周边 徽章 帖子兑换码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元神 贝雷殿将军可爱到 宣传模式笑麻了 制作影片时真的不会笑吗 元神 380元时 5.4卡池安排 新常驻角色要加入 5.2可获元时统计 元神官方放出自东国消息 女皇处境堪忧 新角色例会时间确定 元神5.3卡池安排 三神级卡池 兵器将崛起 自东国新势力放出 根据时间的安排 官方将会在11月18日 放出5.3新角色例会 通过推测 马威卡和献特拉利的概率较大 另外 对于卡池的安排又有新说法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5.3版本中的 基本可确定两位那塔角色入词 比较有争议的就是复刻位的安排 目前共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安排则是深鹤和咸云复刻 毕竟是海灯杰 来两位里月角色 热闹一下也是很正常 第二种则是弗妮娜和莱欧斯利 按照排序 也得确应该有一位 封担角色加入复刻卡池 不过双神在同一期上线 概率还是有点低的 第三种安排则是 温迪和阿蕾奇诺 总体来说 玩家还是比较倾向于 第一个有深刻的版本 如果真是如此 那么在5.3到5.5版本中 兵器角色将会扎队出现 这是否意味着 和之前所发布的元素反应 基础伤害上台有关 官方长这么久 怕不是想要台下兵器角色吧 根据百货期货的活动 我们通过立本的口中 了解到自东国的周边处境 在罗德卡莱地区 最大的管理者不是女皇 而是福尼契商会 由此看来自东的处境 和我们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 一位名叫阿德斯·大阿福的 网友表示 自东女皇收集神之星 完全是给旅行者座驾一 原本想用在自己身上改变规则 没想到最后及其后 反而是便宜的旅行者 女皇不是光之子 承受不了第三降临者的一股 但旅行者可以 旅行者的却应该 在最后一个国度崛起了 及其其中元素后 怕不是会变成光吧 另外 外府那边还确定了两个活动 各位旅行者可以大致了解一下 原神5.2版本前站已结束 正式上线时间为11月20日 想要抽取恰斯卡 林尼 那维莱特和钟尼的旅行者 则需要抓紧时间 根据时间的安排 立本回归 那么这一期 它又带来了怎样的惊喜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海立本的对话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全新的区域 罗德卡莱 该地区位于自东的南端 那边聚集了天南海北的人 立本愿意为遍地都是发财的机会 结果没想到的是 那地方也得很 而且还有一套自己的秩序 在那边 没有骑士团 审判庭 立本还没进城门 在路上就被打劫了 有人让他去当地最大势力的 佛林七三会看看 结果没想到 最后真的把所有货物给买了 更没想到的是 立本刚出城门 赚到的摩拉又被抢光了 不得不说 立本还是很良心的 哪怕没有赚到钱 也要给玩家发源时 通过此次的旅行来看 立本已经到达过自东国的附近了 那边的人相对比较野蛮 而且还有独立的统治方式 再加上官方惠用的反差设计 总感觉女皇的处境也不是太好 既然官方已放出后续版本的内容了 预计在5.5到5.6版本中 会放出更多信息 来为后续版本做铺垫 根据时间的安排 官方将会在11月18日放出5.3新决设立会 推测马威卡和倩特拉利登场 5.2版本正式上线时间为11月20日 全新区域开放 看来原神之后的热点将会集中在5.3版本 至于官方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公主祥会活动即将11月15日下线 还为完成活动的旅行者需抓紧时间 另外 官方已放出立本的百货期货活动娱乐推文 玩家可以在11月11日与他见面 值得注意的是 完成系列任务可获得380原始奖励 那么还有哪些精彩内容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2版本前瞻过后 有关卡时 活动以及联动的相关消息随之放出 卡时安排方面基本没有什么悬念 上半恰斯卡 林尼 四星星陪跑欧洛伦 下半钟里和纳维莱特复刻 新版本持续共计42天 11月20日开启到12月31日结束 玩家可按需求选择相应角色抽取 然后再来看一下5.2版本可获得的原始统计 非课金玩家可获得71抽 月卡档可获得95抽 全家桶可获得103抽 总体来说数量并不是很多 但如果做好抽卡规划的话 基本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另外 5.3版本开启时间为1月1日 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版本 新角色推测为马威卡和献特拉利 复刻为目前并不是很清晰 个人推测会是深鹤和咸云的那个版本 毕竟一个大版本出现双神复刻的情况还是非常少的 至于5.4版本的卡时安排 推测至少会有一位新角色登场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只有一安三海未入池 所以他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 另外温迪和莱欧斯利的复刻概率较高 推测活动方面会和蒙德有关 至于常驻角色的安排 目前暂时还没有消息 但考虑到须弥增加了两位 风摊版本并没有常驻角色上线来看 那塔版本还是有很大概率获得新常驻角色 具体安排如何 还要等后续官方的资料 玩家所期待的5月2日版本即将在11月20日开启 想要抽取恰斯卡的旅行者需要提前囤好原石 人神道七城系列年土人雷电将军食物已出炉 官方还放出了相应的视频宣传展示 不得不说 这一期的宣传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创意满满 旅行者表示 制作视频的时候真的不会笑吗 在宣传视频中 使用了雷电将军的出场动画和音乐作为辅助 用年土小人独有的方式还原PV剧情 看到雷电将军的小表情 真的被吸引到了 就比如说甩剑的动作 背景特意增加了雷电效果 表情更换成了严肃脸 还别说 真像那么一回事 另外 还有雷电将军的定格例会 不论是角色的动作 画面展现方式也非常有新意 染香一刀超级还原 真眼脸版本看上去 就比较正常了 有点类似基础摆剑的样子 话说后面的道七石井小摆剑没有食物吗 看起来也是非常不错的 最好看的还是淡然脸家手持装纹的设计 这样的雷神真的是又晒又可爱 如果后面再给设计一个光圈 岂不是更还原 看雷一圈宣传视频后 个人比较喜欢的动作 就是这个胸口拔刀了 没想到官方竟然能如此贴心 用黏土小人百分百还原了雷电将军的经典动作 根据官方发布的信息来看 雷电将军黏土小人周边一上架 各位旅行者可前往官方周边店铺参与预定和购买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有没有贴雷电将军猛到呢 喜欢的话可以预定了 5.2前站已结束 除了放出的卡石消息外 还有多个联动消息 其中原神和瑞幸咖啡的联动备受关注 那么都有哪些新增内容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有关联动的宣传图已放出 本期代的代言人为西格文和克洛林德 这两位的主题时装非常好看 特别是西格文的小圈子 蓬蓬的非常可爱 官方真的不考虑时机一下吗 只不过可惜的是 官方并没有在前站中放出与具体的联动时间和方案 不过根据以往的联动方案 我们可以一起来推测下 这一期联动周边会有哪些新增奖励 最基础周边为联动纸袋 杯套以及杯子 推测会和其他家的联动设计差不多 硬有相应的联动角色和对应口味 进阶版本联动周边 贴纸、徽章、吊坠等一些小物件 优点为成本低、数量多 高阶版本、玩具、立牌、游戏兑码 如果官方真的安排质量比较高的周边 那么价格方面也会略微贵一些 不过对销量基本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只希望周边质量能够好一些 至于购买方式 单杯和套餐的价格会有所不同 而且周边也会不太一样 不过具体的安排 还要等官方后续的推文 推测在11月下旬的时候 就会有更多联动信息放出了 至于瑞幸的口味 阿基平时比较喜欢青咖柠檬茶 酱香拿铁 抹茶瑞纳冰 杨梅瑞纳冰等 不过联动版本还是有点危险的 希望能够选择适配 希格文和克洛林德的饮品联动 千万不要翻车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各位旅行者觉得 这一次原神域瑞幸咖啡的联动 会有哪些周边放出 最后会变得更多的 最后 ш Nissin的 那些周边放出 是 Làm 他的 这招子 还是有点含 是